海地前從朗摩一世 遇刺案驚人發展 打官懷疑他的夫人是共謀 夜門青年運動又擊中了三艘英美商船 美軍證實他已經擁有無人潛艇 抗疫政府增加醫學生的名額 六千多名南韓醫師今天罷工請辭 新聞全球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黃明明 有一艘中國級快艇日前在金門海域 因為躲避我方海巡人員的追逐而翻覆 造成兩人死亡 他們的家屬今年抵達金門處理後事 另外兩位倖存的船員 則是在下午四點半透過小三通返回中國 面對詢問不發異語神情低落 中國快艇日前闖入金門海域遭追氣釀成兩死 家屬二十號上午搭乘小三通抵達金門 辦理認識招魂等後事 我方陸委會海基會和海巡署等人員全程配同 本分署會盡最大的努力 協助家屬完成後事所需要的安排 可以最大的協助 不過率團的中方官員受訪時指稱 是我方驅離手段粗暴而導致意外 被海巡署當場駁斥強調都是依法行政 台海巡部門粗暴驅離福建漁民 此舉性質惡劣令人憤慨 我們強烈要求查明事件的真相 瞭解人是怎麼死的 這是最基本的訴求 台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 這個要說明 絕對沒有用什麼粗暴的方式 請你用詞的部分要修正 而死者家屬也和兩名聲還的徐姓王姓船員 閉門密談十分鐘 希望瞭解事發當時情況 由於檢方沒有強制處分 因此在雙方安排下 兩聲還船員搭乘下午四點半的 小三通航班返回中國 但中間一度出現插曲 立委會員們希望近江市紅十字會 代表簽署遣返人員移交證書 但遭到拒絕 最後由金門紅十字會簽署 而死亡船員家屬 則預計留宿一夜 待遺體入鏈後 於二十一號早晨離境 解綜合報導 再來看立法院的新會期 今天開議 行政院長陳建仁的施政報告 遭到在野黨立委杯葛 院會一度陷入混亂 而立委隨後的質詢焦點 環繞在台糖豬肉 被檢驗出瘦肉精的食安事件 立院新會期開議日 行政院長陳建仁上台施政報告前 國民黨立委先杯葛 藍綠立委徐曉欣黃傑 一度發生肢體衝突 不過陳建仁最後上台備詢 春節前台糖豬肉 被檢出西部特羅殘留 成為民進黨立委質詢焦點 更將矛頭指向台中市長 盧秀燕 陳建仁也喊話 中市府要給民眾一個交代 這一盒天選之肉哪裡來啊 西部特羅只有在單一的實驗室 單一的樣本檢驗出來 所以呢 這個是實在是值得 台中市政府 完全的來給所有的人民 做一個交代 同樣關注食安的 還有國民黨復昆綺 開轟美豬開放進口 但卻仍未加入CPTPP 更猛攻附入淨團令 潮野持續角力的還有實安專案報告 民眾黨團在提案21號加開院會 但民進黨團希望23號進行 總召柯建民更喊話民眾黨團停止作秀 並缺席下午由黃國昌召集的協商 藍綠白仍舊沒共識 食安報告何時能登場 還得等韓國瑜出馬 召集朝野協商後確定 另外一個民生焦點是國內電價傳出將從四月起全面調漲 經濟部長王美花今年表示還沒有定案 但是他也指出台電持續虧損 如果沒有調漲電價或者補助 到了年底可能就有財務危機 新政院長陳建仁則強調 台電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萬物接漲民眾愛嘆荷包縮水之際 電價也傳出掌聲響起 經濟部預計在三月中旬召開電價審議委員會 討論四月是否調整電價 傳出特高壓用戶調幅最高超過一成 民生用電則研議 不分急劇全面調整 將影響一千三百五十七萬家庭用戶 台建已經盡最大的努力 對於本身的發展 還有怎麼樣增加的成本效率 都已經盡了很大的心力 經濟部長王美花回應 台電目前持續虧損 如果沒有政府預算撥補或調漲電價 在年底會有財務危機 並重申一切都人未定案 有待規劃討論 但用電大戶會承擔較多的義務 並會在設計上減緩對一般民眾的影響 經濟部次長也是台電代理董事長曾文生表示 三百三十度以下民生用電在二零一二年油電雙漲時沒調漲 二零一五年時還連降三次 正在台電立場希望能做討論 雖然調漲方案還沒有定案 但台電連年虧損希望提出過去三百三十度以下用電 不漲反降的乖敵問題 讓現在低於成本的民生工業電價合理化 記者朱鳳之中建剛莊志成台北報導 你可能還記得我國友邦海地的前總統摩依氏 兩年半之前遇刺身亡 當時他的夫人也受到重傷 沒有想到現在案情卻出現驚人發展 當地媒體披露法官的調查報告 當中有提到這位前第一夫人馬廷 涉嫌跟當時的前總理共謀刺殺總統 好讓自己取代先生來掌權 海地前總統摩依氏遇刺身亡的案件 出現驚人發展 海地一間獨立媒體十九號披露 預審法官一百二十二頁的調查報告 當中點名前第一夫人摩依氏的遺孫馬廷 也跟暗殺案有關 他跟前總理喬塞德共謀刺殺先生 好讓自己取而代之 二零二一年七月七號凌晨武裝分子 闖入摩依氏位在太子港的住宅 並槍殺他 同樣也在屋內的馬廷 刺身受重傷 馬廷康布後多次表示 要替摩依氏伸張正義 沒想到經過三年調查 他卻從被害人的身份 轉變為共謀 報告指出 馬廷在案發前兩天前往總統府 在裡面待了將近五個小時 並刪除部分東西 而他公稱 案發當天躲在床底下 才逃過一劫 調查人員卻發現 床底縫隙根本無法藏人 另外摩依氏遇害後兩天 馬廷也曾施壓總統府前秘書長 要他儘快將總統辦公室 交給喬塞德處理 法官在追訓報告中指控約五十人 並已祭出逮捕令 馬廷和喬塞德 目前沒有回應相關報導 但馬廷的律師先前多次否認 前第一夫婚涉案 外界則認為 報告中仍有許多 可疑之處 沒有解答 也缺乏具體證據 恐怕還難以下定論 不過隨著案情發展 原先就面臨嚴重 幫派暴力的海地 可能更加動盪不安 公視新聞 涮鈴編譯 現在我要把鏡頭交給批帥 請他為紀念的新聞猜猜看出個題目 好的 我們繼續來到也曾經跟臺灣短暫建交的太平洋島國巴布亞牛幾內亞 新星期天爆發嚴重的部落衝突 官方崩佈至少有二十六人命喪槍下 但是外電報導死亡人數可能會繼續增加 衝突發生後 當地民眾將死者遺體搬上山丘 準備送上九戶車 巴布亞牛幾內亞北部恩加省的部落間 星期天凌晨四點多 發生恐怖大屠殺 來犯部落手持活力強大的步槍 闖入敵對部落開槍掃射 疑似還找來傭兵參戰 導致現場失衡遍野 警方初步估計至少有五十三人死亡 也有報導指出有六十四人喪命 但不久官方將死亡人數下降為二十六人 這一件慘案的原因目前還不清楚 不過當地部落為了爭奪飲水和土地等資源 長久以來衝突不斷 近年來更在非法槍支湧入下越演越烈 而加省省長則指出 這起事件涉及多達十七個部落 而八牛全國部落多達數百個 語言超過八百種 如何治理實屬不易 去年九月 恩加省也曾爆發激烈的部落衝突 導致六十人死亡 儘管八牛相對落後貧窮社會不穩定 但南滩平洋島國地區 近來已成為中美較勁的新戰場 去年五月 美國與八牛簽署國防安全協議 承諾提供四千五百萬美元的資金 用來打擊組織犯罪等用途 八牛則允許美軍進入機場和港口 雙方同意強化區域安全穩定 而中國除了已在二零二二年 更臨近的索羅門群島 簽署秘密安全協議 取得在當地部署軍隊的權利 也正在跟八牛就安全和警務協議 進行談判中 公視新聞則會名編譯 俄羅斯最重要的反對派領袖 納瓦尼上週五在獄中促逝 家屬到現在還無法領回遺體 納瓦尼的遺孀 星期一指控俄國總統普廷謀殺 俄羅斯官方則表示死因還在調查 各方指控是反應過度 就在俄羅斯當局以納瓦尼死因 仍在調查中為由 拒絕交還遺體給家屬之際 納瓦尼遺孀指控總統普廷謀殺 納瓦尼的母親千里迢迢前往存放 納瓦尼遺體的地方 試圖領回誕遭拒絕 納瓦尼盟友追隨者控訴當局此舉 只是為了殷滅證據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 代表波瑞爾在與納瓦那亞 見面後表示 普廷要對納瓦尼的死負責 法國就納瓦尼之死 召見俄羅斯大使 瑞典提議就侵犯人權行為 對惡劑出新制裁 克里姆林宮表示 驗屍正在進行 結果還沒出爐 美國跟西方國家的指控 是反應過度 而就在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前總統們 及國會領袖紛紛斥責 普廷之際 曾讚揚普廷而招致批評的 美國前總統川普 十九號打破沉默 首度提到納瓦尼之死 在社群媒體上表示 這讓他意識到國家 正在發生的事情 這是緩慢持續的進程 不誠實激進的左翼政客 檢察官法官 正帶領大家走上毀滅之路 不過川普依然沒有譴責普廷 公視新聞黃韻林編譯 介紹為您報導 夜門反抗軍青年運動 在一天之內發動了四次攻擊 包括在鴻海 擊中了一艘英國 還有兩艘美國的商船 另外還擊落一架 美軍的無人偵察機 美方也首度證實 青年運動已經擁有無人潛艇 未來將具有更高的威脅性 由伊朗支持的夜門青年運動 武裝組織 在過去二十四小時內 連續攻擊鴻海三艘國際商船 包括懸掛貝里斯國旗的 英國貨船紅寶石號 由於出現進水狀況 船上護衛員和船員 總共二十四人 被迫棄船逃生 還有兩艘美國船 其中一艘載有古物 懸掛希臘國旗的海上冠軍號 在雅丁灣遭受兩枚飛彈攻擊 所幸只有窗戶受損 無人受傷 青年運動發言人沙里亞 在當地時間十九號發表聲明 將對商船攻擊事件負責 同時聲稱在夜門 第四大城市和台達 擊落了一架美軍無人偵察機 但沙里亞並沒有具體說明損失或傷亡狀況 可見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青年運動在一天之內發動了四次攻擊 其中攻擊紅寶十號是到目前為止 最具破壞力的攻擊 凸顯青年運動對區域內的武力威脅 並沒有受英美一系列的打擊行動而削弱 美軍中央司令部在十八號首都證實 青年運動擁有無人潛艇 前美國國防部資深官員 穆洛一表示 這一連串的攻擊 對美軍艦艇以及國際商船 構成新威脅 公視新聞 沈陸沛編譯 再來關心以哈戰爭 已經打了四個多月 加薩地區的民眾處境 每況愈下 南部城市拉法 現在什麼都缺 有嬰兒的家長買不起尿布 有人就直接讓孩子套上塑膠袋 把紅色塑膠袋套上孩子身體 小孩馬上因為不舒服開始哭鬧 但這位媽媽說他無忌可施 除了塑膠袋 找不到可以充當尿布的東西 加薩南部的拉法 已經聚集一百五十萬名 流離失所的民眾 當地所有物資都短缺 包括嬰兒必備的尿布 焦急的爸媽在市集 騙巡部找止尿布 就算找到了一包接近一千七百元台幣的價格 也讓多數人卻步 其實不只小孩 部分老年人和行動不便的民眾也有尿布需求 而面對森多周少的情況當地一間原本製作婚紗為主的裁縫店開始回收新冠疫情期間的防護衣當材料製作價格比較低廉的尿布希望能夠幫助有需要的家庭 公視新聞 需要您編譯 南韓各大醫院今天出現混亂場面 手術時間紛紛延後或取消 有部分病患根本看不到醫生 而發生這種情況的導火線是南韓政府宣布 明年起 增加醫學系的招生名額 從本來每年的三千多人要擴大到五千多人 目標是在二零三五年之前 多培養一萬名醫師 政府說明這樣的做法是為了解決長期以來的醫療人力缺口 而從數據來看 你可以發現南韓的醫師比例是每一千人只有二點六個 明顯低於OECD成員國的平均值 但是醫界認為 目前醫師的總量足夠 只是分配不均 再增加名額 只會激化業界競爭 最後拖垮健保財務 而為了逼迫政府讓步 南韓各地的實習和住院醫師 已經有六千多人集體請辭 從今天上午六點起停止工作 各界現在很擔心 如果更高階的主治醫師也跟進 醫療缺口恐怕會更加惡化 南韓政府則認為 有醫學會的幹部 教唆這些醫師集體罷工 警告要吊銷他們的醫師執照 南安全國兩百二十一所教學醫院 約有一萬三千名實習醫生 其中有兩千七百四十五人 正值於首爾的五大主要醫院 約佔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一 實習醫生的請辭抗疫風波一天下來 造成部分醫院取消或延後癌症手術 及分娩手術等治療 還有醫院十九號就在急診室門口 貼出因人手不足暫停接診的通告 許多疾病與重症患者也因為擔心 看不到醫生 清晨就趕往醫院 掛號處排隊 有受訪者直接批評罷工的醫生 是把病患當作談判的籌碼 有為職業倫理與道德 對於總統的大陸人的利益 為人的利益 沒問題我們常見不足 我們當然要總統的 總統的所謂 康復人的利益 韓國當局以人口邁向高齡社會 醫療需求增加 人手不足為由 計畫從2025年起 醫學院擴大遭收65%的學生 相當於一年2000人的規模 但卻引起基層醫師的反彈 理由是恐將有損 醫療教育與訓練的品質 而民調則是顯示 長久以來苦於耗費 大量時間排隊掛號的社會大眾 無論政治傾向為何 有多達75%的受訪者 贊成政府提出的改革計畫 為了應付這突如其來的醫療危機 保健福祉部 宣布延長九十七所公立醫院的營業時間 十二所軍醫院的急診室 也接受一般大眾上門求診 另一方面還以教授醫生 集體罷工為由 威脅要吊銷兩名韓國醫學會幹部的 醫師執照 由於韓國法律明確限定醫療人員 罷工的權限 因此警方也警告將逮捕煽動者 公視新聞王滬文編譯 接下來這一則科學新聞 要為您報導澳洲天文學家最近發現可能是宇宙 有史以來最亮的天體 這個類星體的亮度是太陽的五百兆倍 中心的黑洞每天吞噬掉相當於一個太陽的質量 以驚人的速度成長擴大 電腦動畫描繪出編號為J0529-4351的類星體 環繞擁有巨大質量的黑洞核心旋轉的樣貌 科學家發現 這一顆類星體的黑洞質量超過太陽的170億到190億倍 預估每年吸收並轉化約370顆太陽的氣體和塵埃 顯示它已驚人的速度成長與擴大 也讓它呈現出難以置信的亮度 科學家估算這顆類星體的亮度超過太陽的五百兆倍 而這項新發現的研究結果 2月19號發表在《自然天文學》期刊上 這一顆類星體並非新的發現 早在44年前 天文學界就知道它的存在 而它的高亮度讓當時的科學家誤判 將它分類成一般的恆星 澳洲國立大學的研究人員是第一批提出質疑的團隊 在歐洲南方天文台ESO 鑑於智利帕拉納天文台的超大型望遠鏡VLT的協助下 證實了這是史上最明亮的類星體 這顆類星體距離地球約120億光年 是宇宙早期的星系產物 科學家指出 它的發現將有助於揭開宇宙誕生之謎 以及我們所在的銀河系的演化奧秘 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 這個星期有一件大事 就是台積電在日本興建的雄本一場 即將在星期六開幕 公視新聞部的採訪團隊前往現場實地觀察 發現當地民眾在期待經濟起飛的同時 也有人擔心未來生活環境的改變 以及通勤時段的龐大車潮 可能帶來的塞車問題 抖大的英文字母寫著JSM 這是台積電和索尼在日本合資的晶圓廠 占地有21.3公頃 相當於4.5個東京巨蛋體育場 即將在本週六開幕 預計今年第四季開始量產 透過我們的鏡頭 帶您實際走一趟 在台積電日本雄本一場周圍 還有索尼以及東京威力科創等公司 傳出今年年底 即將新進的台積電雄本二場 也要蓋在雄本菊陽亭 但和這些現代化廠區形成強烈對比的 則是廠區周圍仍有許多農地 這也是台積電日本一場附近的農業用地 當地農民正在進行整地的作業 準備第二次耕作 不過農民也透露 儘管很歡迎台積電 這些半導體大廠的進駐 但也憂心 未來隨著道路拓寬 還有廠區進駐 會不會排擠到當地的農業用地 不只農民擔心未來農業用地變少 當地更隨處可見住宅用地募集 以及事業用地租利買賣的廣告標語 隨著台積電等大廠進駐 儘管有接駁公車協助員工通勤 但交通是否能應付龐大的車潮 備受考驗 儘管當地基礎建設接近滿載 不過預期帶動的經濟效益 將超過台幣1.4兆 也讓紫陽挺這個原新人口 4.3萬人的小鎮 未來將迎來經濟迅速發展的新章 公視記者 由彥慈郭俊麟 日本雄本報導 接下來帶您看澳洲聖誕島 一年一度的紅蟹大遷徙 通常是在年底的雨季展開 但是受到氣候變遷 異常乾旱的影響 今年的時間整整延後了兩個月 一直到這幾天才開始 而專家現在還是很擔心 接下來的天氣會不會有打斷 這些紅蟹遷徙的行程 大片紅蟹從林間出發 他們橫行霸道 佔領道路 穿越住家門口 目的是前往海邊交配禪暖 澳洲西北部位於印度洋的聖誕島 每到年底的雨季 都會上演之出 紅蟹大遷徙的壯觀景象 但今年這項活動卻史無前例 整整晚了兩個月 直到這個月才展開 而且紅蟹數量也明顯減少 當地國家公園的專家說 原因跟氣候變遷有關 聖誕島上估計有上億隻紅蟹 當他們極低走上繁衍之路時 有關當局會短暫封閉道路 或要求駕駛人繞道而行 以保護紅蟹的安全 今年也不例外 不過隨著極端天候作怪 專家也擔心 這項活動隨時有可能會被打斷 專家表示 聖誕島紅蟹是當地特有的陸蟹品種 主要以吃落葉跟花朵為生 他們喜歡住在陰冷潮湿的地洞 日晒和湿水是他們最大的殺手 但他們也不擅長游泳 交配產卵後會回到陸地 而紅蟹也不宜食用 因為他們體內有一種特殊的毒性蟻酸 吃了會導致腸道黏膜損壞 公視新聞曾惠民編一 而在另一方面 臺灣保育單位架設在山區的自動相機 也拍攝到許多野生動物的生活動態 包括了黑熊在溪流覓食 水露洗泥巴浴 還有山腔凝視鏡頭的有趣畫面 另外還首度記錄到了 小熊跟著母熊一起活動 相當珍貴 遠處一隻黑熊正在吃東西 發現他的工作人員全程保持靜默 沒多久黑熊吃飽後翻過溪離開 這是去年林業保育署 嘉義分署的工作人員 在男子鮮溪流域 進行保育調查及相機回收時 所看到 分署從民國一百零六年 到一百一十二年 在嘉義臺南山區架設自動相機 監測野生動物族群的動態 畫面 目前紀錄分析一百一十年到一百一十二年間 各物種族群變動大多維持穩定 黑熊 黃猴雕 黃鼠狼及水陸 主要分布在中高海拔 但黃猴雕水陸有朝向低海拔 擴散的現象 也提醒民眾在野外發現野生動物 一定要秉持不接觸 不干擾 不餵食的三項原則 記者林韋庭 王庭 陳顯 寇嘉義報導 新聞最後趕快請批曬來揭曉今天新聞猜猜看的答案 好的 台灣目前有十二個邦交國 包括土瓦魯和海地 諾魯已經在今年的一月十五日斷交 答案是二 你答對了嗎 以上就是今天的公視新聞全球化 我是黃明明 谢谢你的收看 我們明天晚間六點半再會 英文字幕問注文字幕及字幕 Kazフ ajk